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选择一些代表作品 然后反映出每个时期的它的词的特色 那今天我们就开始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永务词 当然至于写作的年份 有些可考证 有些不可考证 我们就不需要在 执着在它跟这个生平事迹的一个关联 而是咒词而论词 中国的诗词文学都从抒情到永务 当然有它发展的一个历程 要所谓的永务 它必须要很好的写作能力 达到某个程度之后 那作家就有比较活泼生动的描写手法 这五务的本身就描绘 我觉得跟人情做一个结合 就通常来讲我们看诗的发展 从卫健南北朝到唐诗的诵词 永务都是一直中后期慢慢会出来 变成文学家追求的一种美感 然后书写的一种文体 那今天我们来看看东坡的这个部分的一种表现 那过去词从花间以来 是没有什么永务之作了 写紧言情 景色物事 即是一个衬托 重要还是在抒情 然后讲出男女相似怨别的情怀 那东坡以后 它就有一个新的一个开端 那我简单是跟大家讲成了永务的一个概念 那就东坡词里面 它怎么样去拿捏去创新 这个是在东坡词里面 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课题 我们说文学它不存在是 我手写我口吧 把很多的情意直接明白去铺承出来 它需要一些文学创作的一些东西 一些事物 让读者跟作者之间有个交流的一个媒介 那以前我们说文学 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寓意吧 它需要某些东西来传达 那里面会用到所谓的意象 我们所谓的意象就是在心为意 在外就为象 或者物象 因此作者来讲 它有很多情意 它不移也不变 也希望能够引出更多的一份共鸣 因此抓住大家共同感受的一些物象里面 来代表传达它的心意 因此我们看到 慢慢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些意义了 有的时候变成有象征的意涵了 比如我们谈到菊花 列上的陶人民 有一种隐退 代表一种高雅 对不对 那这种花朵在出现的文学诗词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一种交感 那作者之间的去表达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种偏好 也许特别喜欢爱某些物事 来作为自己的 要传达情意的工具 慢慢可能形成了一个作者的一种象征意涵了 代表它也许来结构成了跟生命结合的东西 那我们读者呢 就怎么去意识到这一点呢 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它心意为何物 但是不可以透过它所呈现出来的物象 来推论它的心意 所以物象也不能够完全是 超越我们的普通经验的 如果在不在一个文化氛围里面 大概很难一个共同点 因为太偏颇了也不容易 所以它必须抓到 尤其词传达出来 必须有一种大家比较容易接近的一种物象 因此所用的大部分都是 我们生活上里面所实践的一些物种品类 那用物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去发挥这种问题的 当我们说用物 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物 那后面的讲义要讲到 在用物的一个写作里面 有几个要项主义的 一个就是要刻画物态 当然这需要一种能力的 你怎么去描绘一个事物 你用掌握它的形状 声色 它的一个图形 或者它的一个可清楚 掌握的一个特征 它需要一种文学技能的 所以当我们的文学其实很简单的 几句口语 语言的时候 你都很难发挥的淋漓尽致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层次 你要写出来 人知道 写的就是一个 可以掌握到的一个资讯 一个有刻画的东西 一个特征 但这个是比较低层次的一个要求 是文字修词上面的一个层次 但是要真的传达情意的 你必须要赋予物那份情怀 所以我们要养那个物 能够让我们有所感的 你必须要得到它的精神 我们说在写物得神 文章没有那么啰嗦了 那些好像我们不是一个博物志 或是一个百科全书 描写一个花 要把它的一个品类 种类 然后它的特征 具性迷意的交代 它不是文学 它是一个科学的 一个描述的文章而已 所以必须要很快地 掌握到它的精神 因为精神有它的寓意的 跟我们所代表象征的意涵有关 所以要很精准 掌握到一个花的特色 比如我们讲的菊花 为什么用菊花得以神呢 它是一种不跟春花 夏天的花来敬验 独自在秋天开落 因此有一种隐退的意涵 在其中 所以打到那个精神的时候 那个花要描写的时候 不能写到太过的 纷杂 漂亮 那么一样的浓郁 你必须要写得很淡雅的一个特性 写梅花也一样 那当然这些死无得神 当然文学也不是为物而服务 最重要的是要用 是谁来用 是私人私人在用 因此它是透过物来传情 到最后我们发现 那个物不是外在于它的 而是它赋予意义的东西 因此它必然有一种 物我交融的一个情况在其中 作者越写越投入 自己也走进去了 结果那个物不自觉的 跟人的生命合为一体 那作者这个作品一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它写什么 虽然已经有它的情意在其中 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测到 它在物中所传达什么情 跟它的生命有什么关联的 在这一点上当然东坡词 主要还是在抒情的部分 物的物态它当然有充满的掌握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人情在其中 所以我们说的体物要有违情 它是相辅相成的 由于此几种 这样的抒情的问题 当然不在乎它 如何公笔刻画物态 更重要的是在写出物的神态之余 也把作者写进去 那我们看就是接了一点作品 在词的发展史上 当然东坡有它极重要的地位的 而且我们说了 东坡的词不纯然是写一般的男女之情 它更重要的 有它的一种很深刻的情意在其间 但有些时候不容易把它明白 呈现出来 因此有一首它假托于物 来传达它的情意 因此我们要注意 可以归答出来 在写春天的时候 或者秋天的时候 东坡喜欢写哪些的物呢 比如我们以前讲过 东坡很喜欢写月夜嘛 结果月亮就代表它的心了 月亮就有它的一个象征意思了 前面我们没有归纳出来 它没有单独写月光 赋予它的象征意识 可是久而久之 你经过它的词的阅读的时候 你发现了它的词 跟月光更多相处之后 它就赋予它更多的遗憾了 这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归纳出来的 那么多永物之中 我们今天集中的只讲一种 就是永花 这在词里面当然是最大宗的 在诗也不例外 那花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诗人最爱歌永的一些事物呢 那我下面列了几个原因 大家就可以再去体会一下 但我也不要长篇累穿去说了 因为后面我们还是要直接从作品里面去看出它的一个特色 那要永一个东西啊 你不能够都是只有你独有 别人不能去分享的东西 不然的话你写出来我们就无法去产生共鸣了 而花所以成为大家普遍歌永的 第一是它取才容易 很多东西都是集市成文 应景抒情 那花不管是在季节来说吧 春夏秋冬都有花 那在室内的有平花 院落的花 处外有野花 山花 对不对 所以高的低的地方都会有 远近都可以接触得到 这是它最有利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要把它做寓意的表达吧 或者传情吧 那人人都有一个共同经验 它引起出来的 我们就比较容易参与它所写作的一个活动 所以取才容易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条件 取才不容易就不会用歌用 所以有些诗人会写一种比较偏僻的东西 也许它有特殊的意涵 那我们有另外的要注意了 好了 取才容易 我刚才说了 因为它不管是时空的方面 花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当然如果花没什么好歌用的话 那就会重量多又如何了 那以后我们看了 那树叶草木不是都很多吗 但是为什么不如花 当然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素了 因为它形象的具体而鲜明 没有某一个东西传达情意 当然最好有多方面的一个预托之意 透过它的形貌里面去传输 而花你看我们从各方面来讲 在视觉上它有很多的形貌 对不对 它不算叶子或者书叶 它的变化没那么大 花有很多 另外就是它的颜色也多变 结果我们能看到的意味道的颜色 它都会有 所以用颜色来传达什么情感 花红的 黄的 白的 就不同的一种氛围 来传达不同的情意 所以颜色 花还可以有嗅觉 那些也是草 比较不容易有的 当然有时候草的一个熏香的味道也会的 但不如花 它有不同的香味 花还可以吃 会有味觉 但这个写的比较少了 但花还有其他的初觉 有刺的 有毛的 而且有滑滑的 都给你很多的一种感受 所以你把花那种花的时候 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切入 来丰富我们的感官世界 或者刺激我们的感官世界 因此它会传达更丰富 更多层次的一个情意 这是在别的事物里面是很难有的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 再来就是要写一个东西 如果有很绵密的一种 跟我们人的一种关系 或者有一种跟一种名利的 一种功利的关系的时候 实际上不好写 比如说有些家庭不好写 早上去学校 老了有写篇文章 用小猪一手 好了 写的小猪多可爱 回到家的时候一盆猪就在那边 还拿起作文跟妈妈念我喜欢的小猪 眼前还盘猪有大厦风景 但花不同 花没有这样的一种实际的一种功用 因此我们可以去把揽它 但写着东西最后就有种差到好处的美感距离 贴得太近 不好写 太远也摸不着边际 对不对 风云之间的东西 其实可以写出它的变换了 但也没有什么再可以书写了 但花不是 对不对 有很多的一个角度去观摩体察 不远到你抓不到它 也不会进到好像是太贴近我们的身体 有没有一个可逾遇的空间 它都刚好差到好处 这个是我们觉得花是在写到一个写作美感上面 它有这样的一个有利条件 当然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外在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写花 无非是因为花漂亮 花吸引人 花会预指我们的青春岁月 美好的生命色彩等等 但花也容易凋落 因此花就是我们会看到花 如春来的时候期待它如何的盛放 我们也可以预期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落 周而复始我们都在期盼着 但是也知道它不断地变化着 因此可以用花这种生命的短暂变化 美丽却要哀愁的一个生命合体 来预指我们的生命本质 花不凡要叫传情 所以透过花这些东西来写出我们对莲花的留恋 对岁月消失的这种感叹 对生命虚幻的那种感伤 都可以用花这种小小的生命来做预示 因此花就会常常成为文学里面 书写时空感叹的重要的一种物件 这才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在东坡词里面 我们说了它关心的课题就是时间 因此在这里才知道它用的花 当然就是写出花之美丽 但只有容易消失的那种内涵 就跟它一直关心的时空主题是非常有关联的 所以东坡词里面我们看到了最优秀的 最突出的几首永物词几乎都是写花的 那当然不是东坡了 其他词人也一样 但花跟美人是一体的 我们以前有说一下香草美人 花跟女孩子的永远也类似 那她的生命本质也相类似 我们说花容月貌 类似于女孩子 那花的生命 女孩子也相类似 有美好的青春年华 但是也怕容易掉落 所以当女孩子看到花的时候 既是喜又是爱上 因为怕出境伤情 这是常常文学里面出现的 所以下面我们看两个主题 一个是东坡的永物书写 一个是她的美人意象 实际上也是有关联 但这个关联都跟东坡的文学 从人生有别 岁月飘忽开始 实际上都扣得非常的绵密 那这个是我们阅读东坡词 实际上就掌握的一个主旨了 那下面我们就简单去介绍了 东坡的一个永物词 东坡的永物词的量并不太多 因为当时词还是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那词主要还是在传情 而且符合社会的一个歌舞环境的要求 来应歌写作 一直等到比较宋末 南北宋末年周邦彦 南宋的典雅匹斯派 他们就比较多永物之作了 写的有好 书人有多 但东坡中南写的没有多少首 可是他的文学才华是高的 因此就很多评论认为东坡其中 比如说他的贺心狼 水龙云 都被誉为最好的永物词 甚至中南他用梅花的作品 还认为他是梅花之中 用的最好的一家 这个可不简单的 我们可以从里面去看到 东坡的文学天分 当然在这个背后 当然更要注意到 为什么选择这些物来形容 他怎么样去呈现出物的姿态 而传达出某种生命意涵呢 这就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重点 那上面我们从 一种书写手法开始吧 有的时候永物很难说 是那么样的纯粹的 在作品写作的过程中 可能就是一个因缘臭吵 可能看到物 因此有感而发 那就加以形容了 他违必先设定一个主题 我要永物 不是的 可能刚好在意义上的使用中 聚焦的一个点 后面就介意发挥 在这个表边上 东坡有他的一个特色的 那之前我们读过 东坡一首补算字 《雀跃挂书童》 《漏断人出境》 《谁见诱人读往来》 《瓢缪孤红引》这首 它是东坡欲居黄州时候的作品 这种词呢 有些版本 有些选本 会把它归纳在永物词 它说它用那个孤红 但东坡这个词 我们知道不是的 它是欲居黄州 然后看到了晚上一个孤 孤红的身影 有感而发 最重要的是 因为它第二端呢 完全聚焦在一个孤红身上来写的 它将心比心 走进一个孤红的理解世界区 那在这个写法里面呢 你说它不是永物 也不能完全否定 但在写作的主旨上呢 它本来就不是为了永孤红而写的 它是有感而发 最后那就聚焦在一起了 这种手法 这种很奇特的 但这样的也不是东坡首创的 之前像李商隐有些词也用过像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的物两面拘血的方式 它好像岔开来写的一般写人的故事一般写物的东西 但事实上呢 它这个物不是无缘由的这样并列同行的 事实上它跟人的情感其实有关联 刚开始我们看水调那个补算纸的时候呢 东坡涌得比较 我不能说它生硬了 起码它就分得很清楚了 前面一段它在晚上睡不着 然后看到了一个人影在晃动 最后意识到是孤红 这是背景了 现在后面的时候呢 惊奇却回头 有恨无人行 见尽寒之不肯气 寂寞沙舟冷的时候呢 它就完全就抛开它自己了 就写到孤红的处境 一趟的内心世界去 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写呢 它就用一种好像将心比悟 然后能够了解它的离群孤艳的那种 飘零在外的心酸 但这个也是东坡因为被 扁到这个地方来 离开它的亲友了 有共同的感受的 所以这个红你可以说了 红可以要回答说 我不是你所想象的 但东坡就是将心比心 用文人的主观意识 头是叫外物来书写的 这里面就很特殊的写法了 分开两段 那上面呢 当然就蛮能够掌握到 一个孤红的 所处的一个情况 离群孤艳 多么的凄凉 整天就怕别人去捕捉它 来猎杀它 所以随时都提供警觉 但这个何尝不是东坡 刚刚到黄州时候了 那种悠长未知 那 于既游存的 用心境的一个投射呢 但这个最后呢 他赋予红了一种生命的抉择 简禁行之 不肯记忆 寂寞杀咒了 中文是孤红 他也不是任何被摆布的 他也有他生命的抉择的 一个坚定的地方 所以他自己也选好了 很多的行之 都不愿意栖息在上面 因为他意识到 那是很危险的 高处不深寒 而且在站在高处 你就更醒目 会有让敌人 猎人很容易捕捉你 因此宁愿全选取 冷冷的沙漠 栖息在其间 我们说人呢 这时候 只有人终于你自己 有所做决定 然后寻找生命的安顿 然后终于自己的话 那也是某种 生命自由的一种 意志的呈现 用从这些词里面 当然红颜未必是这样的 等东坡已经富裕了 直到后面的简进行词 东坡事实上 一根红合为一体 去解释他的一个动作 他的决定 那我们要看的时候 当然这个词 我们是做一个起端了 这种手法 在后来 东坡一个涌化的词里面 就充分运用了 但是技巧跟笔 接受了更加的灵活 也是人物双血 最后结为一体 可是他的整个主旨 跟名唱 就是我们后面 弹的这一首 贺心狼 请大家放开讲义的 第三页中间的 我们今天先从这首词 开始弹 贺心狼 所以东坡的这样的一种技巧 不是无中生有的 它是写孤红的时候 也充分用到了 那贺心狼这个词 有 过去有些笔附之说 说它是为某个歌旅 叫柳花的歌旅来写作 或者说它 为某个官记 受难而作 但是经过近期有些学者 像鱼皮面鞭驳的话 好像是只需物有的 因为东坡把物很多时候会离人化 写得如真如幻的感觉 它仿佛若有其人一样 但东坡事实上 我们有看东坡的这些永物词 再虚不再实 我们读永物词要注意 它中间永物写得很真实 或者把它离人一个女孩子一样 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个人在其中 真的写个人的故事 事实上它是用玉托的观念的 相朝美人彼妇 把花变成女孩子 给你一种更亲近的感觉 更美的 更有人情的一种 更有情感的一种特质 但是你不能说 它一定跟本事有关 一定是有一个人 然后以花来比 不是的 再虚不再实 我们读东坡的词里面 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后面那几首永物词 要仔细去看它 所以有些笔幅之说 在我的课堂里面 我尽量就不多提了 因为我们中国的诠释很奇怪 都希望看到文人 都是风流倜傥 到处留情 这才是浪漫的一个象征 怎么会是这回事呢 第一个最被冤枉的诗人者 李商尹 李商尹写了好多无题诗 既然无题了 你还是帮他解题 他没手词 写了女孩子 应该是有其人的 结果一归纳起来 不得了了 李商尹的女生 那种类颇多 有了 有了贵人之妾 也有了出家的女道士 一般的官妓等等 反正就有很多不伦不类的恋情 李商尹有一次对他太太去世了 他就去到四川 好朋友柳仲颖的一个幕府中 柳仲颖看他刚上偶就很难过 所以想安慰他 他身边有一个天下无双的一个女孩子 叫张义仙 他把那女孩子就给李商尹 李商尹就很紧张了 他很爱他的太太 怎能太太一去世就要娶一个张义仙呢 他不要 结果就要写一封一个表书给他的朋友 讲明了我没有这个意思了 所以他就很清楚点出了 他说 纵然我的篇章诗词里面 要我讲到风流之事 要讲到那些女孩子 歌迹怎么形容 但不涉于风流 这是你让你自我告白的 我用了很多的人物典故 讲到爱情 写着女孩子 但是跟我们现实人生里面的风流之事 是毫不相干的 读文学不能够里面 用那些事况来坐实他的解释 以上就这样的去辨白了 东坡当然没办法辨白了 后来人生诠释他 所以我们就 哇 因为东坡好像都是除了他妻妾之外 还有另外喜欢的人 那这个是大可不必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作品来看了 那这个贺心囊 大家先看看内容 我们等一下看看 他涌的是什么 而如愿飞华物 巧无人 同音转舞 晚良心愈 手龙生肖白团扇 扇手一时似玉 见困矣 孤眠清守 连外谁来推秀户 网交人 梦断摇台去 又却是风敲足 石流半土 红金处 带浮花浪蕊都尽 半军幽读 荣燕一枝细看去 芳心千从此数 又恐被抽风惊律 若带得军来 向此花钱 对酒不忍处 共粉类两素素 你看那共就把两个合在一起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很清楚你读完就知道了 两段前面是一个女孩子 后面写石流花 最后石流花跟人一并来写 这首比刚才那一首 不算指的脉络更加的严谨 它的一个扣和 更加的一个周到 当然其实技巧上 它有所有进步的 那这首词 东坡就要 传达是什么呢 既然不是一些本事 我们要抛开这些 过去的一些虚妄的说法 直接原来文本来体会的话 就清楚东坡的意思了 第一它里面出现了一个女孩子 第二后面写到石流花 石流花是夏天开的花 五月开的花 它很红艳的花 春花不来了 不见了石流花开了 当然 它写到这个 当然这个女孩子是什么的形象呢 东坡如何塑造她 如何把那个人跟物作结合 应该是了解 这首词的重要的关键 东坡不会无缘无故 是一个女孩子的 这个女孩子应该是东坡 投影出她们某个内在的 自己的心境 然后在其中的 那我们又看到 东坡塑造是怎么一个女孩子 她从什么的姿态出来 就知道了 东坡的内心世界是什么一回事的 好 这种事情就简单来讲 是跟时间有关的 为什么呢 东坡的叙述过程里面 比刚才雀跃瓜 修筒好多的地方的 这里面有写出花开 也写到了担心花落 从夏天写到想到秋天 里面有一个时间变化的轨迹 东坡用长调来写 就会把那个时间的 然后看到花的美好 都想到花落的这种感受 都是在其中 事实上就是担心美好事物 不能永久保存的一个遗憾 它是很清楚的 所以东坡这个词里面 要扣紧这个时间意识 你就比较容易了解的 好 这个词一开篇 他就塑造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由同 以后我们谈到一个词里面 之前谈到他的首冻仙歌 对不对 那冻仙歌塑造一个 兵记玉骨的女孩 所以东坡来说 我不能说他最喜爱 在他文学里面 出书的一个女生 都带有一个特质的 冰姬玉骨 是非常的洁白 干净 我们讲过了 东坡在仕途里面 有些不顺遂的时候 他塑造的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旅途 都是干净 无尘 不染万物的 一种肮脏的一个道路 那塑造的人物呢 现在都带着这样的一种干净的感觉 我之前也解释过嘛 文人心中有一种洁癖感的 有一种要自己坚守自己的内在 而不愿意同流合物 来呈现出自己的某种生命境界 这种不过也不例外 所以这个女孩子呢 好 她大抵是从这个心理里面去创造出来的 但不是她看到这个女孩子 是她塑造出来的 创造出来的女生 好了 现在设定在什么环境呢 她说 鲁燕飞华物 多么先给我们带着一个场景去 鲁燕小燕子 那燕子本来是春天的时候 刚当生了 到了夏天的时候 已经长出翅膀会飞来飞去了 是有寓意的 这女孩子大概你猜在年龄 不是一个少妇 应该是少女 跟小燕子一样 刚好呢 就长出翅膀了 可以飞起来的年龄岁月了 应该是一个十五六岁的 十三四岁的女生吧 对不对 可能从这里的着笔了 鲁燕飞华物 小燕子飞旋在华美的居士里面了 当然一直写出她的时令 小燕子会这样飞的话 大概已经过了春天了 在初夏夏天的时候 不然燕子就秋天就不见 对不对 这样的 当然也招待了女子所居的地方 就是一个富贵人家的环境 飞华物 就这个华物里面飞翔 燕子在这边煮巢 女孩子也住在这个房间里面 不过一方面暗示 女孩子的生命姿态 好像那个小燕子 但是这里面 实际上坐着已经隐约暗喻 这个女孩子 好像燕一样的 已经出掌成了 虽然同归于此 但她的形质却不相同 燕子可以有翅膀 飞出那个华屋之外 但那个女孩子 她只能待在这个房间 所以这有一个寓意在其中的 所以一句话 已经把这个背景很隐约的 来暗示出来的 暗示这个女孩子 是不得自由的 那我们知道 以前女孩子的 归宗孝夫的一个处境 都是这样的 其实东坡是很厉害的 一落笔 先掌握到一个特质 如燕飞华物 同样的房子 女孩子也住在那边 燕子也跟你 在契聚在同一个出所 但燕子跟女生是不一样的生命的 女孩子是没有自由的 所以这些时候 她只能守着这个庭院里面 过着比较孤独的生活了 她不想燕子有更多的外在地方去探寻 所以上面我们看到了 这个女孩子的世界是无人相反的 悄然 孤寂 而且时间是默默在那边 一天一天的过去的 上面带出女孩子来的 悄无人 同音转悟 晚良心愈 这个大家很快比 就像我们的背景之后 立刻进入女孩子的世界去了 悄无人 安安静静的 没有人造法 女孩子就住在这个世界里面 很孤独的过着的生活 悄无人 而在这里面无人的过程中 同音转悟 所以开始就时间变化了 同树的树荫 已经慢慢逐渐拉长了 同音转悟 本来一个同树 那个树干很粗大 叶子又多 当预阵当中的太阳照射上来的时候 那个同树的阴影 好像一个圆圆的 一个围绕的树的 一个圆形的黑影 那你只有预阵当中了 为什么只有转悟 当太阳慢慢往西线 西线照射的时候 那个影子就会拉长 成为妥玄形 做起来蛮会取景的 好像电影镜头一样 靠着你 什么时间怎么变化呢 太阳现在中间 我们自己看到了 不知道太阳已经看到 下面的影子 同树的阴影 是圆圆的 在地上一圈一团 但是呢 慢慢太阳一移转了 影子拉长 变成椭圆形 你看到时间就这样了 慢慢变化了 就同音转悟 从悟了 中午了 有转变了 变得已经慢慢预近黄昏了 做起来就是 一看周杰 输出一个时间 在默默在行径着 女孩子 你不会说青春岁月 就还很久 一天一天的过去 一个夏天 一个夏天过去 人就会老去了 这也是 已经蕴含这个意思在其中 但这个女孩子呢 我们刚才说了 东坡信众一直觉得 一个女孩子就干干净净了 所以出来的女生 不是夏天了 干游玩 或者呢 香汉淋漓的女性 却是什么 晚净净净 做到大概傍晚的时候呢 刚好了 就略感违寒 因为有个女孩子 刚好沐浴出来了 她洗个澡出来了 干干净净 所以要归线写花也好 是人 有些女生也好 或者她走的道路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尤其在徐州以后 到黄州到之后 她的词 都有一种很洁癖的感觉 非常的干净 那是文人的某种 坚定自己内在 很重要的一种意象的 好了 女孩子呢 刚沐浴出来 有种凉凉的感觉了 她就很无聊吗 那是一个早就 人种现在很疲累的 她就躺下来 后面的桌子呢 刚才的镜头 是慢慢推展的 这里呢 开始有个快镜头了 为什么 她怎么介绍女孩子 她的命运跟一个道具有关联 她说她手弄身绍白团扇 身绍的身丝 做成的一个植物 一个织物 身绍 手的丝可以用来做衣服 要经过浸泡 比较松软 才穿在身上 但身的丝比较粗糙 所以只能做扇子 不能穿在身上 所以身绍白 去生丝做成的树白的一个扇子 一个团扇 那我们有个成语 在古诗里面也有写 团扇的诗 写班绝医的故事 觉得女孩子跟那个扇子 没什么两样的 所以后来的成语叫抽扇见绢 一个扇子做出来送给君王 夏天两个人在一起 一起跟着扇子围伴 好像陪伴他身边很自在的 但是没想到在秋天的时候 扇子会被收藏起来 会被抛弃的 如同一个女孩子的命运一样 扇子跟女孩子是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 共同的特质的 所以作者就去雇用这个了 好 那个女孩子 你知道她的身世了 作者不说 有一个扇子 一个道具 暗示她的命运 对不对 她自己不知道的 那个扇子 中央扇子很凉快了 但呢 事实上 她可能不知道背后的 有一个推移的 时间推移的一个无赖 但扇子呢 到秋天的时候被用尽了 她就会被人捐气 被人抛弃了 作者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带出后面的一个秋天的 秋风来的一个故事 所以整篇文章非常的绵密 那我们说啊 一篇文时啊 要写得好 它必须每个出来的各个意象 都有关联性 多么你看同小燕子 它不是无缘不出一个小燕子的 跟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事有若无 对不对 华无有什么样呢 好了 下面我们出的一个意象是 小燕子 华无 好了 同音转无 然后对了晚良心欲 然后呢 手弄身上白团扇 其实这种种都有她的关联 作者无非的输入 这样一种啊 很安静的环境 实际默默的行进 女孩的命运 仿佛好像燕子一样了 但事实上也不相同 而且她跟她的善子也是命运的一体的 她慢慢没想到 好像是很白净的 这样子的 但事实上呢 有弄得肌肤一样 可是她没想到 她最后如一个善子一样 都会被抛弃的 她应该知道有这样的结局呢 对不对 这些是关联性的 好 她手弄身上白 那女孩子呢 走了 把弄着 那个 她的白团扇 用身丝做成的 那时候什么 扇手一死私欲 已经做这种的很好了 她跟她是一体的 为什么 她的善子的白 跟她的手啊 都是好像玉一样的白净 做起喵的喵的 在哪里呢 女孩子晃动她的善子 一直摇 一直摇 我们观众看的这个画面的时候 似乎都被她催眠了 因为摇得很快很快 三年的时候 手跟善子都混为一体了 对不对 而且这个动作很无聊 这不断的无聊 重复的动作 女孩子好像被催眠 慢慢进入梦乡 一举两得 我这个是动作很厉害 操纵这个画面 如何把手跟善子 一直地幻动 最后两个混为一体 善不离手 手跟善就是一个东西了 然后不断地挥动着 挥动着 最后慢慢慢慢地 催里又眠了 用这个带出一个梦中的世界 但是梦里面 我们说梦有秘密 会告诉我们平常掩饰的东西 这个梦就要让我们知道 女孩子不是就这样想过 孤独的生活的 所以做起这个梦 一个非现实的东西 来预托出 女孩子还是有她的心思 但是她的现实 不容许她有这样的突破 你看夸出另外的世界了 一个梦 女孩子不想燕姐 燕姐会实际 跨出这个空间 到另外的世界去 但那个女孩子 不能只能到梦中来寻寻 寻找她另外的归宿 所以两个对照就不一样了 一个现实的梦中的对照 好了 她说见困矣 你看 一直拿着扇子 扇扇扇扇扇 最后她就睡着了 太舒服了 对不对 但是做起一个画面 很有趣的 就有一种晃动晃动 好像人比催眠的动作一样 对啊 慢慢慢慢她就困顿了 就睡下来 见困矣 然后孤勉清守 你看就一直强调 她是一个人 没有人违伴 走了 慢慢慢慢 很清凉的就睡着了 就进入梦上的世界 出完之间 有画面来的 连外谁来推寿 当然这里是现实有人 她听到外面 现实有人推开她的窗户吗 还是梦中听到的 当然做起也故意 已经有恍惚之词 可能梦中里面的 她进入一个美好的世界 不晓得谁来的 把她的窗户推开了 实际上看得出 她内心多么的期待 有人来拜访她 当然这个人不是别人 也许她心目中的情郎 那李毅有首诗 也用过这个 开门风动竹 已是故人来 作者现在用了 这样的一个意象 来购穿 观传这两句的 她以为谁 谁退寿户了 结果因为有听到声音了 是梦中的声音 还是梦外的 传来的声音 都搞不清楚了 结果让人什么 网造人梦断 摇台曲 结果就把她从摇台 摇台就是天上 美好的神仙世界的 一个地 神仙人所住的地方 那曲在这边 真的享受了美妙的音乐 但是在仙乐之中 沉醉在其中 不晓得为什么有个声音 突然就弄醒她了 她就醒过来 她就从那个梦中就转醒了 看得出啊 她中人听的音乐 还是心不在焉的 还是心中有种期盼 有人来了 她很高兴 很打开门的 迎接她来了 结果了 一起来发生什么 又却是风敲嘴 结果不是人来拜访 原来是风吹竹子的声赖 把她摇醒了 你看就是这个意思了 开门风动竹 一是故人来 这是很巧 没有用这个故事来 写出女孩子 心中若有所思 只有夜有所梦之中 梦到了 仿佛真的有人来拜访她 但是这个梦还不能遂愿 让她真的看到这个晴郎 最后就吵醒 而且又觉得很好的 又却是风吹出 显然这个梦不是一回而已 好多次都是这样 她多么是希望沉醉的梦中 寻觅她的那份情缘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这样的一个 惊醒过来 你看她的孤独就这样 没有人来相访 心中还想有个知音 但是知音人何在呢 一种怅然无赖 但时间也不知道一直在推移 今天还年轻 一年一年过去的话 也许生命就这样消耗掉 她也不自知 作者写对女孩子 按照上篇已经写好 女孩子生活的情境 透过她的动作 梦境来对照 隐约透露出 欲待无人的那种空归寂寞 照理 下面应该跟着女孩子 累在内心世界里面去刻画的 一般的情绪都是什么 究竟她等谁呢 或者她希望些什么呢 后面应该继续发挥的 但没想到作者在下面呢 她不根据这个脉络来写 突然呢 让我们看到了 她写的是石榴花 整个就断裂开来了 作者故意的不写 要你注意石榴花 下面呢 石榴花也在庭院里面的哦 也许作者本来 写着女孩子不在意石榴花 但是作者在中央 一个第三人称的 一个好像全能的角度来观看的话 那里面的话没想到 女孩子在那边过的孤独的生活 事实上 那个石榴花 跟她是都在同样的场景里面 人是不自觉的 但作者知道 所以她用两个来做 笔笔 笔称 硬称 来对照出 他们彼此的共通点 那作者呢 用这样的讨论来写的 下面大家做石榴花了 他说了 石榴半土 红金粗 那我们的处就是要把它 揍在一起 这首词啊 揍在你们的 248首书本里面的 如果你放一些 注解的话 那本书啊 就有一些注解了 我就不在这边 只是解释了 好 他形容那个石榴花呢 他花半土 还没全开 含苞带放 半土 女孩子 也是应该是 还没出战的女生 那燕子 还没长得很成的 小燕子 实际上都是一体的 燕子 人跟物都一样 花还没完全开 是半土 红金粗 没有完全展开的 好像打结的红丝巾一样 粗都是把它揪在一起 揪在一起 没展开的 没展开的样子 红金粗 好了 它是怎么呢 它是等到 它怎么开的 它是等浮花浪蕊 这个斗金 半均幽度 浮跟浪都是繁多的意思 非常多非常多 浮花浪蕊的指了 就是一种很轻浮又多的 春天的花 等到春天的百花都开进之后 它才独自来开在你的庭院 而半均幽度 这个均不是谁了 就是可能这个女孩子的指 就是陪伴你过着这样的孤独的生活 半均幽度 做起来就很厉害的 还推开来施的花 不知觉的 它就把这个花跟人就扣在一起 它是这样开 而且等到所有轻浮 珍艳的春花都凋谢了 这个时候才开始陪伴着孤单寂寞的女孩子 半均幽度 我说诗有诗言 词有词言 这里的关键是哪里 就是这两个字 幽度 一种幽生寂寞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大的庭院 很大的院落 花也是独自开 独自落 女孩子独自过这些生活 无人为伴 不是都同样的命运吗 所以幽度 它直接不至于把花跟人合在一起了 人就是花 花就是人 都是一样的幽度 因为女孩子是幽度的 花也是幽度的 半均幽度 好 既然它都是幽度的 因此作者接着要写花的时候 他就强调它了 比较抑郁郁郁的一方面了 这是幽度吗 你绝对不会开心的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心 应该是很忧虑 很抑郁的 很沉着抑郁的 忧郁的部分 所以下面就急励去写 这个抑郁的部分 他说 龙焰一致试看矩 方心千从次数 他说你只是看 这个花瓣非常的龙焰 而且重重叠叠的 好像有着沉重的心 是欲解难解的 你看他就写这个了 因为已经把女孩子写进去了 花跟人一样的 龙焰一致试看矩 看起来很漂亮 很鲜艳 女孩子也很漂亮 很美 但是方心千从次数 她的内心好像是重重叠叠 压缩在一起的 因为有苦难言 花是这样 人也这样 这世界上写花 已经把人也写进去了 因为他们都是优异的 都是忧郁的个性 好了 花是这样 人当然也这样的 虽然有美丽的容颜 女孩子的精神生活 却是空虚寂寞的 没有爱情的慰藉 因此她的现实世界 也是压抑自己 无法尽量 抒返她的青春的生命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呢 因为世界 万物都在变化着 下面写着共同的 书名的 又恐被 西风经律 又有用得很好 有一个又就是 当然不是一回 多少女孩子的命运都一样 多少花的 这个石油花都是一样 但是这个普遍的人类的经验 不是单一的 等到夏天一过 秋风来时 石榴的枝叶 恐怕也会受惊而掉落 连如果石榴有感觉的话 都惊慌了 哇 秋风一到了 我就会枯萎了 女孩子何尝不是 好 连带 现在女孩子手中 把扇子也一样 都秋天的 都被收藏起来 三位一体 女孩子 跟你外界的世界 都同样 离不过时间的 一个消磨的 那这样的话 少光一世 青春难住 那如果等到美人 那个时候来到花园的时候 他说 若带着军来巷子 花钱兑酒 不忍住 等到美人带到园中了 这时候把两个一起写了 兑着花 喝着酒 感觉花真的跟你一样 挽留着它 跟它喝酒 希望留着美好的时光的时候 也一定要不忍生去触摸它 花也有共同的感受了 人的生命的摧热 跟花的生命摧热是一体的 为什么不能戳摸它 它也很脆弱 在这个时候 美人的眼泪 还有飘零的落花 这个时候 一起都掉下来了 最后人 物都双血了 同归于 一种消失的宿命 共分类 两宿宿 那个两用的很好的 两个都这样 都如同一个细物 飘坠的声音一样 共两宿宿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 就是人物的双血的手法了 当然东坡不是说要写十六花 写女孩子 也是 那个两当然也包括作者在其中吧 它何尝不是如这个女孩子的一样 如个花一样 重要美好的青春 转眼也会要消失的 所以这里面 作者不是特别为一个客观的花 或者一个人来写作 而是他自己一直以来 关心时间变化的主题有关的 所以他来写出那首非常深刻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词 就写得蛮忧伤的 共分类量素素 这首是他涌物的一个 情感的一个归相的 不单纯是为物 而是为了自己来写作 抒发自己对时间忧虑感上的一个主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看看 别的作品实际上都有护上呼应的地方 刚才那首《勇士流花》 当然也不单单单只写花 也把花跟女孩子的生命连成一体 来写出他对时间的课题的 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 当然文学技巧上面 它已经是比之前的补算子更加的绵密 这样法非常的奇特 过去我们说一个叙事的观点 最后是从头到尾这样的一个描写下去 多么利用词的 词牌的 一个词调的 一个上下片的 转折的形式 刚好把它可以拉开来写 但这种人物双写手法 实际上在词中当然是东坡了 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写作 但在诗里面也不是没有人的 像李尚颖 李尚颖有一首叫 唐诗三百首会找到的 李尚颖的永禅的诗 还有写落花诗 都是类似的手法 写人然后写花 最后再结尾一提 你翻开李尚颖的诗集就有了 或者唐诗三百首写落花 还有一些永禅 夏天的禅 能手的手法是一样的 但东坡其实在词 当然更方便的 因为上下片 更可以把它做分开的 两个平行线去书写 最后再结尾一提 那这个是比较奇特的 一种上法结构 那下面我们看另外的课题 跟花有关 但是好像花也不是花 不过我们先简单地介绍一首词 叫冻仙歌 在讲义上面的一首冻仙歌 永禅 那如果在大家的书本里面 在75首的冻仙歌 所以我没有再把诸解打出来 因为杜宅里面的书籍有了 在75首的冻仙歌 那这首词上的 他的本事不可考 那早点有人把它编在西陵十年 就是东坡到徐州的时候 他在梵政的园中 所写的一个柳书 但我们知道柳 使我亡以杨柳异役 惊我来似玉雪飞飞 柳往往是跟离仇有关 所以永柳 大部分都会 关涉到这样的一种课题 谢谢离仇 那东坡也不例外 这首柳也在这个组织里面去发挥 但我们可以从这里 等一下再看 东坡的一首被王国推为最好的勇物质 水龙也赢 就知道他的 比一般人永留 更加的一个 更加厉害的地方 简单我们看看这首词 他说 江南那尽早梅花开后 吩咐新春与垂流 细腰之 只有入阁风流 人更是谷体清阴亚寿 永风方那畔 进入无人 谁见金丝弄必咒 断残世飞絮时 绿叶成阴 无个是一尘消瘦 有莫是东风逐君来 便吹散眉间 一点春走 这个词就很清楚了 写柳树 那它也是从时间开始 从春来了 柳树开 柳树飘准 等到明年春天 这个时序发展的 那我在讲因为什么引了前面那一首 语中花曼呢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考试都考过了 语中花曼 再看牡丹花 也从那年的春天写到春末 等到秋天还看到一朵 就想到明年春天 今天那种偏章结构 东坡在这一首 东宣歌也差不多用到同样的手法 不过我们说了 语中花曼它不纯然是用武当花 它也牵涉到它一年了发生的事情 它对地方的那种啊 人民生活的关怀 透过这种用武当花 其实武当花的一个事况 来反映出它心中的对地方的一份期待 虽然有更好的收成 免于明年了 就看不到武当花了 那首大家很熟悉 张法上很类似的 这首也差不多 他说江南纳尽了 纳尽就碎尽了 纳月已经过尽了 找到江南的时候了 当冬天过去了 然后春天来的时候 早梅一开花后 梅花是春天 春天就爆春花 当梅花在初春一开了 不久了 柳了就出来了 这就按照时代的时间先后了 冬去春来 梅花先开了 但梅花开后了 就吩咐 吩咐就交给了 谁了 把新春交给了垂柳 柳是接着这个担子 把时间都带到我们的人间 这是春天的美好的一个代表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背景 等一下要认识这首 所以容易更有帮助的 那就吩咐给 就招呼给了 招给了垂柳 那柳叔怎么形容呢 他把他离人化了 细腰之之有入格风流 细腰之写着柳的一个外带的形貌 他柳之是非常的细长油弱的 他把他离人化一样 养成女孩子 实际上联想了 好像一个苗条的少女 人们也常常把她的体型轻柳的少女 比喻临风寥寥的柳枝 那是人跟物都常常见的比喻的 我们说女孩子写她 如柳的腰枝时 她能够上午腰枝非常的柔软 对不对 也把人形容给了腰枝 这时候并不例外了 不只这一个 他觉得这个柳除了有了这样的外貌之外 还赞赏他的体态 风流妩媚何时而入格 所以只有入格风流 只有他的格调 不是随随便便的 对不对 一种格调 都不是一种高格的东西 一种雅调 一种风流 一种特色 俄罗多姿 而且更重要的是 人更是骨青骨体 青鸣亚兽 我们一直觉得 东坡写物 不管是写这些植物 或者花朵 或者人 都喜欢一个青子 一个洁净的体质 这也不例外了 他把柳写成 人更是写出他的精神 我们说写物要得神 除了外貌 还要写出他的精神 那青鸣亚兽 是一个词 就是对垂柳的精神风貌 给予很高的赞许 所以说他是不同凡响的 这种柳书的骨体 尽管游柔弱弱 外在是游柔弱 可是他很坚韧 你知道吗 不能只看到体质 要恶罗多姿 要质妙慢 而他的精神骨架 体质是青鸣亚兽 当然这几个字 组合起来 就是柳的真正的精神意韵 有他的特色的 好了 上篇呢 着力地描写柳的形体 还有他的风格 那下面呢 都开始的荡开比例 写了柳跟人的关系 写了他的寂寞 跟他的绅士之感 我们说柳会被折断 人家会折柳正人 就写出了柳带来 实际上 纵然他有这种风姿 这种格调 但还是敌不过时间的 有他的哀愁在击咒 那下面呢 就只要回到这里了 他说 永丰芳拉板 金欲无人 谁见金丝弄逼咒了 就赶上这种柳树了 纵然很多琴 在风雨中 那边飘荡的 他的柳柳金丝 但显得格外的丰厌了 然而在那个寂寞的园林中 有谁来欣赏呢 那写出柳的寂寞了 永丰柳 那这里面 实际上作者就用了一个典故的 那是白居易 白居易晚年 很关心他的事切 小蛮的未来寄予 所以为他写了一首 杨柳之词 那里面就写出他对他的关心 他大概一次写了 他说 一束春风万之 千万之 任如金色软如丝 永丰西角荒原里 尽欲无人 赎啊谁 因为他现在赞美柳之写的永丰方 永丰在长安 因为白居易的诗很有名 后来永丰这个地方 就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个名声 很多人都去看那个地方的柳树 成为一个象征 那么美丽的长安城 永丰方里面的柳树 多么的漂亮 但是柳树这边开放 有谁真的去眷顾他去看他 他毕竟不是普通的美丽的花朵 他是柳树而已 所以写出他的寂寞的 那这里也是借这样的永丰方的柳树 比喻对小蛮的绅士的一种关系 怕他不早年老之后会怎么样了 宁冷清清淨的沦落在方式之间 不晓得如何是好 但是写出柳树的一种可悲 他毕竟不是花 所以他纵然开放得很好 很漂亮 垂涎了黄金的一个屡屡的金丝 但是不晓得整个白天以来 谁来去眷顾他 来观赏他了 一等到断层是非叙实 绿叶成荫 五个是一层消瘦 那是春末之时 好 等到柳叶 柳树本来还二楼都是 后来当柳叶慢慢都长成了 非常的隆密 而柳叶变老了 变成飞絮萌萌的时候 百欲无聊到无限伤感 只能促使他自身了欲屈消瘦 那一层之上就是全城 完全的变成了都消瘦的模样 柳叶本来很漂亮的绿叶扶苏 但绿叶都长得好冒没有 就变得很凝重 而且慢慢变成柳叶 站在这种离仇的一种情味的时候 他就显现出了一种消瘦的形貌了 所以这个时候柳叶大概也差不多了 末时东风逐军来 等到明年春风再 陪伴你跟你再带来人间的时候 便吹上眉间一点春皱 就把你我们说柳叶这样的转动 好像皱的眉头一样 也许等到明年春天再来 就把你吹开你的筹闷吧 当然你现在是明年的事情 所以这首是围到整个柳叶来写 写出了从春初到春末 柳叶如何盛开都慢慢消瘦 等到明年春才会把他的筹吹开 但年复一年就这样的状况了 但这首词在东坡词来说不算是很杰出的作品 但我们也了解到东坡是柳的一个掌握 好了下面我们来看这首洋花词的水龙银 这在大家的课本里面的106首的水龙银 这首我们要慢慢读这个作品了 因为这首词在涌物词史上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我们刚才讲了花的一个比格勇的原因 因为它的各种的一个特色 使用人爱血而育有一种更深的生命意涵 好了东坡这首水龙银就麻烦了 那我们先看的题目 它是赐运张直夫洋花词 那这首词对东坡来说有两个很艰难的地方 一个是赐运 东坡不是自由创作 不想前面的补算子或者的贺新郎 它是自由发挥的 这首不是 所以赐运就是它的好朋友张杰张直夫 先前写了一首洋花词 使得很好 也被人歌颂 后来抄了给东坡 东坡觉得不错了 它就想歌颂一首 但是东坡又用它的运来写作 所以它是被约束的 不是自由发挥 又用张直夫原来的作品 那个运角来写作 那这里对东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过我们前面是像读过东坡的 几首的《蕾西沙》 它也不只用一个运 不断地写作 所以东坡是有锻炼的 不许它平常没有这样的一个写作的方式 当然不管怎么样 这首词不好发挥 一个就是要赐运 你形式上面被约被限制住了 你不许自由创作 那这首词有一点考证是东坡刚到黄州的 元凤四年的时候 他有感而发就用了这个张直夫的词来写作 张直夫把这个洋花写得非常的一种动人 你写出他的精神面貌了 但东坡怎么去发挥 这是很大的一个难处 那次运的步运就依据他的诗的押运 前后次序再写一首 真的不容易的 再来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花那么多的特色 但是问题是除了形式不容易发挥之外 还有内容也是被限制 为什么 因为洋花不是花 如果花就好写 它是颜色 我写味道 它是什么样的特色 我有很多的面向来加以发挥 但是洋花不是花 洋花就是柳絮 柳絮没什么好写的 它也不漂亮 因此柳絮往往就跟前面谈到一样了 跟离仇相关 你怎么写呢 总是写离仇 那你有什么好写呢 所以他的题材不容易 伸出更多的意识出来的 因为题材也是被限制住的 这就是东坡所谓的 展现了天才与和战胜技术的一个最佳的表现 东坡在这个词里面 居然就这样的 就把它很轻松的把它完成 我们才知道什么的自由的精神 自由不是就把体都破坏掉 牢了目空一切 来伸张自己才是成功的 不是 我就在限制中里面展现无限的可能性 才是真正的自由 东坡在这里面印证了 诸文我被贬贯在黄州了 可是我透过了文学 展现这种生命自由的意志 这个在东坡这个文章里面呈现这个特色的 那这首词 后来王国瑜的人间词画 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了 他认为 永物之词 自以东坡水龙银为罪功 他是说把它称赞为天下第一 那可不见 东坡本来就不是有永物擅长的 他是偶尔都这样写作 而且是有限制之中的创作 那真不可简单 王国瑜也不是普通的读者 他是有名的评论家 势力甚强 居然在他的了解 阅读那么多的作品之后 他把这首推为最好的永物之作 不止东坡本身是整个词词里面 这首是第一名的 东坡真的被王国瑜这样称赞 也不负他这样的一个创作 但怎么了解这个词不好解 因为东坡就不从我们前面的刻画舞台里面 把柳啊 洋花写得多么的漂亮 不在 他重要掌握他的精神 最后写就我交融的部分 干识呢 在虚不在实 所以走这些词里面呢 你如同要看这个抽象画 不是看这个实体的写生创作的 它是个抽象画 你必须要融入在其中去体会 东坡如何掌握这个舞台 写出真正的精神 最后当然写出他自己 一直关心的时间课题 这首词也是从柳开落 开始写到春天的过去 是跟时间的命题是有关联的 那我们先看看这首词 而四花环是非花 也无人习以从教罪 抛家半路 私粮却是无情有事 饮损犹长 困憨交言 玉开环壁 梦随风万里 寻狼去处 又环被 阴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 恨夕缘 落红难醉 小来雨过 宜中何在 一池瓶碎 春色三分 二分尘土 一分流水 事看来不是 阳化点点 是离人类 你看最后有个类子 前面那首 核心栏 共粉类 两素素 又是个类 那么面对时间 无可奈何 最后只输出了泪痕 人生真的只能哀叹 掌握不了时间的无赖 都是一个类子 这首词 我们要慢慢看 你读懂这首词 第一句就是关键的 似花环似飞花 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 东坡整片的结构 就在似是而非的概念里面去运作 把它掌握的 所以 有一些他写表面好像 最后他会把它推翻掉的 是就不是 整首词走着间运作 所以我们必须要读通这句话的一个更深的意涵 他说好 这种花呢 似花环似飞花 顺便一提就是 东坡既然说这首词跟 柳树跟离愁有关 东坡也不例外 他没办法有更新的突破了 好 我的章干脆就写离愁 但是我写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么架构起来的 他把它编一个故事 把它走进了里面去 写柳树跟他的家柳树柳条柳叶的关系 那个家长好像一个女孩子等候他一样 他是一个飘荡的浪子 他把柳子离人画 前面一段就写出柳树的离家的一种心情了 也写出了盼望他归来的归妇的仇恤 所以他写出了一个男女的故事 那等到撒片的时候 东坡既然从物写到他自己了 我跟花的关系 东坡既然是直接一个柳树来抒情的 不需要写出一个物态而已 他就写出他自己 所以透过男女的故事 就写出了人跟物之间的 人物应该不是人我 应该是物我之间的关联 这个柳树跟自己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就要推出东童的命运 这种春天的仇怨 时间的焦虑 这是他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是大体的 我们就回到篇上看了 第一句先写出洋化的宿命 似花环似飞花 所以有一时候看东坡这些小词 对理也帮助理去构思文章很有帮助 如何破题 如何塑造一个氛围 比如刚才的小燕 语言飞华物很精彩的 这个画面出来 这个跟后面的故事的关联 非常地密切 这首先点题 这种题目叫洋化 所以可以卖个关子了 它不写柳树 洋跟柳本来是两种植物 洋树树干比较粗 树枝是往上生长的 树叶是比较细圆形的 而柳树枝是往下垂的 而且叶子是细长的 本来两个不相干的 那我们在世界里面 洋柳1,洋柳1、洋柳1 把洋跟柳在核桑 结果洋柳就写柳 跟洋不相干 而且传统中国诗 在卫生南北朝的时候 洋会常出现什么 常常写在坟墓地 写到白羊额绕 那羊牧这种树 它的树不容易有什么 拿来有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它用来生火的话 它的烟太大了 因此很少要去割羊牧来生火 那它就常常在贫苦人家 种植在牧原的那个地方来遮阴 但是秋天冬天的时候 露夜消消非常的凄凉 所以白羊这树 往往会跟死亡有关联 中国人就很少在写阳术了 因为这个太悲凉了 后来阳柳阳柳就并称了 是阳不见的 它都是谈柳这个事物 好 初次也讲了 阳花为什么柳术称阳花呢 有另外的原因 因为它后来阳柳人都混在一起 柳跟阳都一提 所以就把它拆开来 柳术就是阳花 花跟术都差不多 我们都花术花术 但事实上 这些当然增加了它的色彩的美妙 它的意向的一个美 从柳术变阳花 但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你写诗的时候 有讲究凭则格律 柳术两个字都是则生 如果一个诗要求用平生的时候 你不能用柳术了 只有用两个平生 阳花刚好是平生 阳跟花 我们的国语的第一第二生就是平生 阳花 然后阳柳术 那就可以用到了 所以作者也写在词里面 用阳花会比较漂亮的 事实上它是柳术 好了 作者也要解题了 他说 似花环似飞花 所以这种阳柳 这种柳这个花 阳花 它上花 它有花的名 形状也很类似的 但事实上 还是不是花 它毕竟有花之名 没有花之识 它的命运就不一样了 谁要你叫阳花 但是你不是花 所以你糟糕了 为什么 也无人习 从教罪 所以从来没有人珍惜你的 从教罪 任由你 让你 就这样飘落了 凋零了 你看它的命运就这样 我们说红楼梦里面 有黛玉藏花 中国很多诗人写落花诗 但没有关心柳须 柳须都促进人离仇 人都不喜欢看到柳须的 都觉得它带来我们人生的哀怨 没有人珍惜它的 所以第一曲先破题了 那个柳须很可怜 有花的名 但没花的命运 因此就任由它 就这样飘零 没有人去珍惜它的 也无人以从教罪 好了 写了花的一种 一种 它的宿命 它是无赖的 但是作者觉得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真的不关心柳须吗 不是的 倒是无情还有情 所以下面开始做文章了 好 作者就要我们设想了 柳须现在离开它的树枝 然后飘向下来 所以想不想离家在外的浪子 它不顾它的家了 所以形容它的状态 把柳须变成了离人化 离什么 一个男生 离家在外的浪子 它什么呢 抛家帮路 两个动作 抛是弃也 它弃家 什么家呢 是柳须所生长的树枝 它的柳树 离开柳树了 它叫抛家 对不对 柳树就飘下来 假设我们有个柳树在这边 柳树就飘下来了 它就抛家 抛起弃也 弃家而去 但是呢 它当柳树飘下来 偷在路边 所以它是半路 一半的路边 所以你看起来 它真的不故障吗 也不是啊 它还在路边徘徊着 因为它还是围绕着整个柳树在旁边 对不对 它是抛家半路 所以东坡说了 你不要以为柳树无情 有时候真的人生很难这样去看 以为它的动作是无情 其实并不一样的 所以他说了 你仔细看了 思量却是无情有事 那个诗子就在第四诗 是一个名词 有情诗的意思 如果我们读诗的话 诗念是动诗 接着把它当名语 所以第四诗 如果你只是思量去打量去 想想想看的话 柳树真的是无情吗 好像不是啊 看是无情 却是别有生意的 无情有事 为什么知道啊 你对到前面了 抛家是无情 大家知道了 抛家谁要离家 你是无情 但是他没有立刻离去啊 他还徘徊左右啊 他在路边啊 所以看起来 他没有这样的一到两段 他还徘徊的周遭 所以他看起来 还是有情思的 觉得无情有事 因为我们说 一个男生跟女生吵架 男生就很愤恨了 就跑 夺门而去了 门一关上就离不见了 那女生当然因为 这个男生很无情 但是他不知道啊 男生没有立刻离去啊 他在他楼下的7-11等候者 24小时他都没离开 看你有没有出门 你出门呢 可能走过来跟踪你 然后跟你陪一个布施 但你都不出来啊 你说他没有情思吗 没有你看不到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这么谢了 就觉得无情有事 看是无情 因为抛家 但是有事 为什么 他还半路 这个真的出其至深 从没人写过柳序这样的情况的 他居然写出来 当然东坡这个是方案文章 为什么 他针对唐代诗人陪越的 一个柳的诗来写的 柳了 陪越当然写柳不是柳序的 当然都差不多跟离别有关了 但他有一个 你看同样的句子啊 思良却氏 对不对 完全有根据的 那陪越就说了 看那个柳什么 虽然就是无情处 他怎么想起来就是无情 所以陪越级看到一个面向 说到无情 为什么无情啊 柳啊 不解迎人 柳啊 不把人拉回来 把他绑住 迎人 只送人 因为我们只会折柳正人 柳一折了 人就跟着柳飘散不在了 所以你看柳是无情之物 因为他会把人送走 不把人带回来的 东坡就用了这个意思 来自方案文章 你不注意到柳须戏上呢 你不能只看到表面 他内在是有另外的一个情意的 这是蛮生动的 无情有事 真的柳须没什么好写了 东坡就不在这里面呢 就多做文章了 因为呢 前面呢 那个张直夫啊 已经把柳啊写 柳须写得很好了 所以东坡呢 只跟着梨州里面去发挥 好了 离别不是单向的 现在呢 男生离开了 如柳须离开了 那 在楼台里面的女生呢 就是柳须本身是什么的感觉呢 所以上面呢 把聚焦写 跟他相对的女生情怀了 对不对 当然坐着扣紧 柳须跟离别有关 也没有离题的 他写柳须本身啊 跟他关联的柳枝柳条的 柳页的之间的关系的 好 他说他了 饮损柳肠 困汉朝眼 欲开黄壁 饮损柳肠 我们说饮就是周禅嘛 禅绵周禅的意思 损这个加重语字 是非常极端的意思 是非常周禅 叫饮损 柳肠就是我们说 柳软的一个肠子 非常的周禅的样子 我们全家就说 是肝肠寸断 柳肠 那个打结嘛 对对 都是这个意思 怎么知道 女孩子思念很深切呢 你看 他外线给你看到 为什么知道他悲伤啊 你看 柳条垂下来 不是输得直直的 柳条在那边打结了 一个勾一个 这样生产下来的 你看不是他 肝肠寸断的象征吗 就叫饮损柳肠 你看 柳呈现给你他的悲哀的 但柳是离开的时候 他的柳条就打结了 他心里面不舒服了 重重的忧怨 然后结成了柳条 就这样的姿态的 就隐损柳肠 还有另外就是呢 女孩子还是希望他回来 也是无情有私的 为什么 他困憨交言 这个言呢 当然不是真的言 是流言 以前会把柳叶 称为流言的 因为那个叶子 这样的强强细细的 好像眼睛一样 对不对 什么都困憨啊 困的是很困顿的 憨就是非常的饱满的 充满着倦意的 让他困憨 所以他的叶子 就好像好沉重的 快要睡着的样子 困憨 但是他不愿意睡着 所以就困憨 就形容柳条 刚才第一句 银笋犹长是柳条 困憨叫的是柳叶的 柳叶的 好像眼睛一样的 你看柳叶 在风吹的时候 它不能翻转 有时候看到比较正面的 它是圆圆的 然后吹下去 就一条线了 对不对 那翻转好像女孩子的眼睛 正在想打开看她 望穿抽水 喜欢起来回来 所以又等得太累了 她就困顿了 所以下面说 欲开还壁 一直很想撑开她的眼睛 最后闭起来的 那些柳叶在风中不断摇摆晃动的样子 好像睡着的眼睛一样 困憨叫也 然后欲开 所以欲开了 最后还壁 真的睡着了 下面走 欲有所思 夜有所梦 写着女孩子梦中的情境 那这里面 写到这里的时候 还好不要打握 但后面 更是更抽象了 为什么呢 它写到这个梦中 女孩子 那个酬情 就用这个梦中的情境 把它形容了 它说 梦水风万里 寻狼去处 又还被映乎起 这里有 我们刚才说了 有从虚处去理解她的 上面呢 也写到女孩子 参参入睡了 在梦中 她有什么 希望寻找千里之外的情郎 没想到 只有被黄英了叫醒 她就没梦到她的情郎 这里当然很清楚了 她用了金昌旭的春月那首诗 作为书写的一个变化的对象 她说 打起黄英儿 莫叫知上提 提示惊切梦 不得到辽兮 金昌旭本写一个女孩子想做梦 就被黄英了吵醒了 就梦了 没办法 梦到她的情郎 在辽兮这个地方了 作者在这里面 东坡 用柳条跟柳树之间的关系 写出柳条被风吹拂着 它吹拂着 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好像进入梦境一样 用刚才的 上时候一词次语 那个女孩子拿着扇子 慢慢入睡一样 这一用风吹柳条 慢慢慢慢地摆动 好像在梦境 这里面你有想象 当柳条高飞着的时候 距离地面很远 当它低垂下来的时候 柳条仿佛接近地上的柳树 这些假想 当它柳条垂下来的时候 接近地上的柳树 仿佛在梦中 抓到它的情郎 跟情郎相遇了 这写着这个情境 但毕竟 它不能永远都在这个位置 风一吹起来 好像梦醒了 被吵醒之后 一吹起来 柳树飘得更远 它更没办法碰触到地上的柳树 它有这样的摆荡的 就是形容梦中被黄英的吵醒 梦不到情郎的一个情节的 所以这里面只需 我们别人从想象去看 多么有构思这个柳条 跟柳树之间有关系 柳树 风没有停的 都高高低低的 刚开始轻轻的 它还仿佛垂下来的时候 碰到地上的柳树 当风一扬起来 柳树飘飞了 梦就破灭 柳树根子抓不到 梦也梦不到 因此它就醒来 柳树真的已经不在它的眼前 它使得就这个情境 不断地摆荡着 所以前面 柳树就扣紧了柳树 跟男女之间的梨仇君的关系 当时这里写得蛮精彩的 当时东部这个时候 还没写出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他自己如何跟对待柳树 他如何从里面 深发出他的情意出来 所以下面 柳树就进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说我不很此话非净 恨夕缘落红难醉 所以这一段是回应他前面的 四花环是非法 也无人其较罪 我也跟别人一样 我刚开始都一样的 因为这个不是真的话 所以我不恨此话非净 这个话不是真的话 不恨仰流血飘戒 所以它是写得我漫不经心的 我不在乎它 我跟平常人都一样 我只恨什么呢 夕缘落红难醉 我只恨真正关心的是 在庭院中真正的红花 这样凋落了 我只恨它 无法把它重新的 醉上枝头 再枝头重开 我只担心这个 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说了 我们是疼惜落花 不会担心流血的 我也没两样 所以东西写起来 好像正言都是非常地 漫不经心的 但是问题是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作者这样 写他自己的时候 也扣进前面的 无情有事 他看起无情 因为他表面也说 我不恨此话非净 但是如果他真的无情 为什么上面的情节是这样呢 他说 小来雨过 宜中何在 一池平水 你明明不关心流血了 为什么 夜来风雨深 花落之多 大使东坡用了 孟浩元的诗 再做一个改编了 小来雨过 等到第二天起来 下了雨之后 他说了 宜中何在 他问的宜中不是落花 他问的是流血 这是哪里啊 可是当时你不关心他 不理他 到那个时候 你在问他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流血已经被水 冲到池塘去 好像化为浮瓶一样了 一池平水 你明明应该是关心的 确实故意做不关心 只有等到你意识到 他不在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他的中印了 他已经化为一池平水 所以这写的蛮好的 也是把自己跟流血的关系 创造得非常地灭合的 好了 写到这里的时候 作者就发挥了 他所写的流血 跟落花都一样 同样的一个书名 他说 当然其他 经过这番 这番四遍教 他了解到 他说 春色三分 二分尘土 一分流水 我们为什么要看前面那首 冻仙歌 都是一个写柳的产生 柳是当早春的时候 梅花开进之后 它开始就代表春天来到人间 所以柳跟春天是 息息相生相关的 所以如果把柳 你看到 柳不是柳而已 柳就代表整个春天 跟花都一样 它不分彼此的 如果把春天分成三分 各正三分之一 当然你看到柳 正是看到茂盛的时候 正是春天最好的时候 当然如果春天过了三分之二了 刚好就是柳续三分之 在掉在尘土的时候 就代表春天过了三分之二了 等到最后一分三分之一 变成流水的时候 整个春天最后就跟着柳续而离去了 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 加起来是完整的一个春天 都跟柳是相依相生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柳 只剩之外跟你不相关 就代表人的青春岁月 所以我们这样去 询论变的话 你就清楚了 柳续从春而来 见证着春天的美好 当柳续位于尘土的时候 春天刚好就过了三分之二了 而生长三分之一 也在牧村时候 随流水而去 而整个春天就这样消失的 它一直是这样 这如果聊到甜蜜那种阅读 你更了解东坡的意思 对不对 好了 这个时候 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再看看 细看来不是 阳花点点 是离人类 你细看这个柳续 现在还有一点点在地上 它更多的漂在水中 重要在地上也有就是水渍 你仔细看 好像不是柳续了 这个也是阳花点点 还是一点点的柳续 但你再仔细看的时候 也不是真的柳续 是什么 就是离人的眼泪 离人包括你读过很多书片的 各种男男女女 爱上春天过去的 那个泪痕 跟现在的柳续上面的水渍 是一样的 都是代表了离别 最人生美好之中 留下来的一个泪珠 当然东坡也不是只剩事外 它也经过很多人生的生离死别 我的泪跟柳续上面的水渍 跟人离别 都是同样的本质 只有你了解 人生掌握不了春春岁月 现在这样你看到了 在这个共通点上 人跟物 人跟柳续 都是同样的一个直属 都是无法跳脱时间之外的 大家彼此互相慰藉 我们会感觉到 都会有这份泪痕 充斥在人间 所以写这个泪就是 这个不是单一的自己的 也包括所有的人 如果你伤感于春天的话 都会有同情的眼泪会出来 彼此都是一体的 不分彼此 所以柳续已经不是外物了 也就是人类的共同的命运 最后面对时间过去 竟然输出于这份泪痕 也是无可奈何的 这是东坡经过很多的 生理死别所写出来的词 也不是单一的 真的故事来写作 种种都包括在其中 我们读解读的时候 如果你有感觉 春天如柳续一样的 代表春来也代表春去的话 如果你赶上时间过去 你因此而难过的话 那个泪就是你的泪 不是作者而已 这是做东坡有废话的地方 这是很普遍的人类的经验 那这首词啊 如果你我刚才说了 东坡采取的方式 就是用自是而非 用第一句开始的 一个来架构全篇 所以读读整篇文章的 都是用这个论述方式 来架构完成的 你看看整个段落 一个是无情有事 对不对 看是无却是有的 上面呢 欲开还毙 好像开了不是完全开 只有毙了 也是一个这样的方式 还有上面他记得 不恨此话未尽 恨是缘 看是不恨也有恨 不是是是而非吗 到最后了 读看来不是 却又是 前面呢 尤其最后那两句 不是却又是 又回到前面的第一句了 似花还似非花 所以整面是环环相扣的 这种技巧真不简单 对不对 写得非常好的 这个很绵密 所以啊 有关最后这个段落 有些版本呢 写成呢 细看来不是洋花点点是离人类 有很多的一个巨斗的方式嘛 有些人呢 写回了 诶 他是要可以读成了 细看来不是洋花点点是离人类 等等等等 但是事实上呢 水龙银这个词牌啊 最后那三句的断法 应该是五四四的 东坡没有违背这个规则 是人太多心了 但如果你了解东坡整个词里面 用四四而非的结构的话 你一定要读成五四四 才能符合东坡的一个命题的 为什么呢 他就这样了 细看来不是洋花点点 是离人类才是真的五四四的断法 这是我认为是唯一的断法 以东坡应该考虑最好的断法 不应该有别的一个分辨的一个句式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东坡就产生了跟前面相应的 次次而非的效果吗 好 你看看呢 在这里写起来的时候呢 他说 细看来不是 先是lective 否定的 好 显示呢 看下去了否定其为洋花 不是吗 好 先否定了 然后确到就看到呢 就是洋花点点就正式了 把前面的否定呢 就把它推翻掉了 然后前面那是洋花点点 那我们以为真的是洋花点点的 你刚开始以为真的是洋花 还有洋花在那边的点点在地上 在水池的 结果呢 如是肯定之后呢 所有他的在认知啊 在离人类之后呢 就把它推翻掉了 最后发生呢 洋花点点不是洋花点点 是离人类 这个是就把前面洋花点点就否定掉了 就推了另外的结果来 原来都不是 是离人类 所以结果就是离人类 这个遁法就是比较像他的刺激而废的手法 结人类的话 就推翻了洋花的事实 这样的句法安排啊 就比较欲一扬顿挫 若即若离 就把跟他的前面的主题 扣得非常的绵俐 所以如果否定 就肯定 肯定之后呢 他就把它否定掉 是不是就是 是又不是 整首次就这样的 反反复复 所以读这个词里面 妙的妙的地方 我们以为看一个很漂亮的词 写的柳绪跟离类的关系 结果你读下去呢 是要告诉你啊 不是写外在的柳绪 柳枝柳条的关系 事实上不是写柳绪 事实上写的就是你跟我的故事 你说是吗 又好像不是 所以要你自己在这边呢 仿佛现在自己去体会一番 所以整首词的技巧是非常的一个 非常的多变 层次很复杂 但是组织一直都是他关心的一个课题 都只能没有离开他的十一件课题 在这边去构思他的篇章 那这个词已经是好多年前的 几百年前的词了 我们回头想想看 如果你是要现代的文学创作 也许我们会不用那么迟的 经验的文字写的 你写手现代式散文 你跟东坡较量一下 写柳绪这个题目看看 你有没有办法写得比它更精彩 更好 更精练 你知道古人文章的这个 犀利精彩之处 所以王贵推他为 用勇物是罪功 当然有些时候见仁见智 也有些评论家不以为他 但起码这首词的确是异军突起 刚好前面的手法也有些变化了 我们看到他的那个 东仙歌也好 或者贺心兰 终是不一样 这首词的一种虚实之间的一个运转 非常的灵活的 而且环环相扣 事实而非整篇架构起来 轻松的 而非常的一个 自在的一个写法 但是里面运转的情绪 却非常的深刻 好 我们就先也停在家里 下面我们看了 就最后的两首 有关梅花的书写 又有另外的一种情谊了 我们在休息过后再继续看 其实今天我们的课程是 聚焦的是三雀勇物词 那前面先用不算子 那种人物双写的手法 带出后面那首 用柳花的贺心狼 然后下面就从 洞仙哥来写柳树 然后就引出后面的水龙银 那当然 那互相应称的才知道 个别的一些特色 而且它们的一个 彼此的关联性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了 宋人最喜欢的花朵之一 梅花 那平常的梅花不用谈了 我们就看居照在东坡的这首西藏乐 因为这里有些故事 就必须要辨析清楚一点 那有人就说 这个字不是永眉而已啊 应该是悼念朝云之作 不过呢 我身不以为然 以前期末都考这一题 很多同学说 悼念朝云找到头头是道 我说这个学生没来上课 那你会辩驳我的手法了 但你又提出理由来 又不是一厢情愿的相信的 那当然我们说 写人写物啊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很喜欢 写全世界写物 把它比复为人物的故事 以为它有关联性 但是我们说呢 东坡你看我们前面看了 它写 何欣郎 或者水龙云 都写一个女生 但你很难指食啊 它是跟哪个女孩子的关系的 根本是 不相连的 不关联 没有关联的 都是真的是 根据啊 我们中国传统的商朝美人 来做这样的比例 女生跟人物的关系 而且写了一种跟 实际的跟实际课题有关联的事物 那这首当然就是 有另外的一个论述的重点的 但也跟人物啊 本事不相 不那么相干 那为了讲这首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首啊 东坡永梅的作品 就是啊 你们的讲义的 第四页的那一首 定峰坡 那书本呢 就在263首的定峰坡 有一首定峰坡 永红梅 梅 梅花有很多品种啊 大半都白色 但这个呢 带懂红韵的 就称为红梅 等一下呢 西藏约呢 也不是纯白色的 所以大家会相提评论 而且这个 我们了解这首永红梅呢 知道了 东坡写文章 很喜欢写方案文章 东坡很喜欢用的 前人的一些故事 然后呢 再以改变 或者呢 还强调了某些 他自认为 还不错的一些观点 那这首词呢 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对啊 我们后面了解西藏约 有些帮助的 怎么呢 我们先看这首定峰坡 永红梅 实际上写 他说 好睡拥开 莫艳池 自连冰脸不时宜 偶作小红桃兴色 闲雅 尚于孤寿雪霜子 受把贤心随物态 何事 久生为孕 庆瑶姬 世老不知梅隔在 隐涌 更看绿叶与清枝 那后面呢 用了梅瑶辰的诗 然后呢 家里啊 家里论辩 因为梅瑶辰没有掌握的重点 他另外提出他的看法 这次世上这首词 不算他很好的有梅 他是写出梅花的一个形貌 尤其有掌握梅花的精神 但他没写到东坡跟雾之间的一个关联 没有写到无我交融 世上乐就更进一步了 不是写到精神面貌 还写出他自己出来 所以在文学作品的一个层次上面呢 世上乐当然比这首高明的多了 不过呢 这个会帮助我们了解后面的 他怎么介绍梅花呢 你看这种花呢 梅花开的时候呢 有个红梅啊 比较南方开的 开的比较晚一点点 但是他什么呢 后睡用开莫艳池 而自怜冰怜不时宜 那现在就这个梅花一开头呢 用离人手法了 撒这个花好像美人一样 然后呢 他走了 还爱睡觉了 所以呢 等到花开的时候 你不要嫌它太晚了 其实它已经还不错了 就是呢 也不要嫌它太晚 好像你还在爱睡一样 睡了整个冬天了 慢慢才开出来 好了 等它开的时候呢 自怜冰怜不时宜 他的脸太白了 不合时宜 所以这种为什么是红梅啊 因为它不纯白色 它有另外的红色的一个蕴痕 因此呢 他就觉得这个花呢 好像女孩子 闲了这个一项素脸漂亮 所以呢 就偷学了桃花 杏花的红色 所以呢 偶着小桶桃杏色 偶尔呢 这种梅花呢 就多了一种是一个红烟的色质了 因为它有多一个色彩 它开的比较晚一点了 但是呢跟平常的白花 梅花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有桃杏色 带一种红色 所以呢 显得是相当的显雅 但是呢 尚于枯瘦雪霜之 纵然很显雅了 但也不跟桃杏花一样 那桃杏花呢 带一种富贵态吧 但这种花不一样 它还保留了它的精神的 它的如霜如雪的精神 所以呢 尚于枯瘦雪霜之 我一直强调嘛 东坡喜欢的花 都带一种冰姬玉骨的 不管它的面貌是变成红色白色 不管怎么样 它还是保留它原来的一种精神骨架 这首也一样的 你看 中央有桃杏色了 这个花多种红色了 但是它还保留了一种 凌霜的那种傲骨 那一种 那种资质的 它是不会变的 那是梅花特有的精神 所以这种花就劝他了 他说 修把贤性随物态 不要跟着人家的物态的变化 他说 当然也吩咐这个花了 你不要了 把自己利欲熏心了 跟着桃杏花去争言斗厌 不要了 不要随着物而改变你的姿态 何事酒生为孕 庆瑶季 但为什么你好像 还是喝了一点酒 像你白白的脸 放了一个红韵呢 但你这也进一步 一些花 白里透红了 但你吩咐他了 不要谁 这个差到好处就好了 不要再过分了 所以下面他就说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花 都使 它本来是白色 那个红韵是喝了酒生出来 它会不改它天然的本质的 它不是天生红色 它是因为喝了酒才有红韵 由同 它的白色没有改变一样 它的底色还是白的 它这样呈得出来 所以他说 施老不止梅格在 施老是指的 诗中的老前辈是十年年的 这首诗了 十年年了 就是孟青 有一首红梅诗 红梅诗就这样写了 任陶无绿叶 辨性有青之 陶没性 它们都有白色有红色 很相似 都是春天开花的 不过就是不同 他那个时时曼青 他写红梅诗就说了 任梅 任途 无绿叶 那 就桃花来讲 桃 梅花开花的时候 是没有叶子的 如果有叶子的时候 就没有梅花了 所以它为瘦梅 或者是钢枝梅 梅花是这样的 完全没有叶子的时候就开花 有了叶子它花就不开了 那是它的特色 而桃花不是 桃花开的时候 开始慢慢也长叶子了 花苞一开 那个叶子的 那个芽都开始发了 它是同时的 所以它说了 如果把红梅跟桃花做分别的话 那梅花就是没有绿叶 那是这样解释的 所以任桃无绿叶 这任桃是 把梅花跟桃花做辨认 分别的话 梅花是梅绿叶的 如果有绿叶的 跟花一起开的 就是桃花 不是梅花 是这样辨认的 而上面 变性有氢枝 梅花的枝干 它是成了咖啡紫色的 和紫色 而且它的纹是斑驳的纹 那它有的时候 生在一些小枝条出来 那个小枝条是绿色的 就称为青枝 那至于杏花呢 杏花的树干呢 是黑色的 比较粗糙 它的小枝呢 也是成了那个 红紫色或者红褐色 咖啡红色的 所以它不是绿色的小枝条 是条 所以两个的分辨在这里面了 所以它说任 那个变性有氢枝 如果要把梅花 跟杏花 所分辨的话 就是呢 梅花有青色的小枝 而杏花没有 你这样辨认的 这个是很细的 因为你们要看 你去Google找找看就知道了 就告诉你 梅花的树是怎么长成的 花朵怎么开 跟叶子的关系 三种都不一样的 所以 施老 十元年就做的应该是了 但是东坡认为它 它不知梅格栽 它只从外在花叶 或者枝头的颜色来辨别 梅花跟杏花桃花的分别 但是它无法去辨识 梅花的格调 梅花的精神 如果你真的熟悉梅花的话 不只看它有没有绿叶与青枝 一眼就看到它是梅花 因为你很精准看 它的精神就在里面了 不在它的外貌怎么去辨认 因为它比讲梅花了 比诗老十元年 更加的精细 更有体会 因为它知道梅的格调 梅的精神 一看了就知道了 何必去仔细分辨 它有没有绿叶与青枝呢 东坡认为它自己很熟悉梅花的 一眼就辨认出来 你化个妆都骗不了它 因为它就掌握到梅格 我们说在神不在茅 掌握精神很重要 东坡的辩护能力很强 因此写下面这首西藏乐 它所要掌握了梅花这种格 梅格是什么它告诉你 下面我们看这首238页的西藏乐 那238首西藏乐 你没有的书了 讲义也有写出来的 不过没有注解的 它说 玉古蜡蜂蜂蜂蜂 冰之自有先锋 海鲜石浅探蜂蜂蜂 倒挂绿毛腰蜂 书面长弦粉末 喜窗不吞唇红 高晴已足小云空 不与梨花同梦 东坡写完这首词了 当然从他的外在 都他的内在精神 通通都掌握了 所以这首词 为什么会比前面那首好呢 因为他写的 不只掌握精神 他写出人跟物的一种关系 东坡能充分掌握的 东坡这首词写在惠州 当时东坡是被扁到广东的惠阳 陪伴他的是昭云 但隔年之后 昭云养病死去了 因此从宋代开始 有些笔记小说 就说东坡这首词 是悼念昭云之作 好了 一写了之后 人人都以为是 东坡从没讲过 但是人就读到来的 从哪里读到呢 我相信一个 因为他写在惠州 他觉得 把昭云比云梅花也不错 把昭云也不输给游炉 对不对 东坡不是写过游炉吗 少许有带领梅香 对不对 所以上帝辨论 昭云跟游炉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读到最后两句 高清以主 小云空 小云小云 一想起来 就是昭云 那是万文生意 我觉得他们实际读的 根本是毫无根据 那我们说这首词 是有盗云一个人的 一个从头到尾都有关系的 那首词我们说有关联性 不是吗 比如前面 有让雨燕飞华屋 然后把扇子 都跟这个人物有关的 对不对 用比对的方式 印成的方式 把人的生命的情态 形容出来 但如果你说跟昭云有关 我想请问 那里面写到一个盗挂子 一个鹦鹉 跟昭云有什么关系 昭云养了一个小鹦鹉吗 没有啊 他的爱宠物 也不是 所以根本没关联 你说用那个称托 他的高雅 也勉强说得过去 但是我们有另外的证据 为什么呢 东坡 在词本身他没写出来 但是我们说了 东坡在昭云去世的时候 他没什么好避讳的 为什么呢 他写过昭云的墓志明 也写过道昭云的诗 他如果这首词 是爱导昭云的 他说西藏乐 道昭云清清楚楚 他会招待很清楚的 没什么避讳 对不对 东坡的词里面 在序文里面 常常写得很清楚 跟人的关联的 那在南宋的时候 有个叫傅刚 他驻坡子 他驻苏东坡子的 他走到不晓得从哪里 他得到东坡的一个 原来的一段话 东坡在这首词里面 有个拔语 也许在原来的稿子里面 东坡写了几句话 叫拔语 东坡就写出了一些关联 怎么说呢 他说 他提出几个 要我们了解一个诗的一些线索 他先提到什么呢 诗人王昌林梦中作梅花诗 这个还提到这一个 诗人梦中诗 显然这个词 跟王昌林的诗有关的 刚才我们看定峰波 多么不没台到 梅老 诗老 不知梅隔哉 他谈到十月年的诗 对不对 这里也谈到王昌林的诗 可能他引用过王昌林的诗 或者不以王昌林的诗为然 因此写方案文章 对不对 所以他先提到这个事情 所以要了解 东坡这个诗章语 一定要熟悉的 他跟王昌林这首诗的关联 对不对 不然这拔语 不会无缘无故提到王昌林 写过梅花诗的 我不是要模仿他 他写梅花 我也写梅花 哪有这回事 不是的 一定有关联的 再来他提到的是一种出现的东西 原来跟这个地方有关的 他说南海就是有真情 名道挂子 一种鸟叫道挂子 在岭南这一带 那道挂子是什么 它不是站在树杖的鸟 它是好像蝙蝠一样的 倒过来的 脚勾住树干 身体往下垂的 道挂子 所以这个鸟绿毛 这词也提到了绿毛腰封 绿色的毛子 然后呢 如鹦鹉而小 好像鹦鹉一样的 再小一点 就这样挂在树上 所以啊 这也是他词中一定会提到的东西 不然他提这个拔语 他告诉你呢 我不是虚构的 有根据的 南方有这种动物 你北方人没看过 我给你证明是有这个东西的 对不对 他是实际把它招待出来的 再来呢 他说了 惠州多梅花 故作此词 他轻轻告诉你呢 我做这种词 惠州有一种特别品种的梅花 是北方不一样的 都是一种梅花 因此呢 他就为他写作 所以这首词很明显嘛 就是永梅之作 永的是惠州的梅 而且这个梅呢 跟这个真情有关系的 也许这个真情呢 就挂在梅树上面 所以他看到了 所以把它写进来 这个东坡呢 又够偏了 所以读这个词 这个如果是东坡 真正他的拔语的话 这里至始至终 都没打糖到 这首词是 悼念朝云的 根本不上干 连这个拔语呢 可以明白说 他都没有说 他只说我喜欢这个梅花 而且呢 前面一个很重要啊 王昌林写过诗 他有意见 王昌林的诗是什么呢 其中有两句这样写了 落落末末 路不分 梦中换作梨花云 东坡呢 很感冒 他没掌握的梅格 而且甚至把梅花扁革了 他这个梅花呢 好像呢 就是飘飘渺渺的 分不清楚在哪里呢 他指好像是梦中了 梨花坏成云彩一样 那当然写中梨花是白的 云也是白的 对不对 但是啊 在中国诗人来说 刚才把梅花比作 桃跟杏啊 东坡都认为不以为然的 因为呢 梅格是超过桃花跟杏花的 更不要说 把梅花跟梨花相比了 更不堪 梨花在中国诗歌里面的品类是不高的 梨花往往是梨花春代雨 好像梨开始落泪 好像梨花带着雨水那个样子 实际上 它没有特别的象征的意思 不像菊花梅花荷花 还有高雅的那种品格的象征 它完全没有的 所以当王先生写到呢 把梅花 现在是梦中的 一个画作梨花的云彩一样呢 东坡是不以为然 你就亵渎了梅花了 把梅花仗格的跟梨花相同 他的更认为他没有 体会到梅格的精神所在 所以东坡有写的是方案文章 尤其最后两句 东坡就是针对王昌林而发挥的 好 我们要看这些词 如同我们说了 东坡一直很喜欢冰激玉谷的女生 现在的梅花 刚好又是用到这样的一个形容 他说他玉谷拿筹帐木 冰之自有先锋 他破题就写出 凝囊的梅花的不同之处 他把它呢 神仙画 仙幻画 比如他东坡是一个女孩子 冰激玉谷一样 他认为 他设定好了梅花的特性 就是不吃一般的凡尘之物 这个有他的关联的 为什么呢 跟他违反的就是一种真情 是难得看到的这种鸟 我们说物以类聚吧 对不对 德不顾必有灵吧 因此呢 这种真情能够挂在梅花 梅树上 应该这个梅花不是人间的繁品 可能是来自仙界的 所以他把这个梅花写成 好像神仙掉落凡间的名花 所以他就写他的 玉谷冰激的 这个是他塑造的东仙歌的女生一样 里面是花蕊夫人 写得好像神仙一样 就是山洞的神仙 这是东坡的一贯的一种体会的 把它写得非常的高雅 带有一种非常清净的特质 好 这先点出了这个梅花的所在之处 不在北方 确实在南方 充满了一种瘴气的凛蓝 这个地方很 那个雾气很重 很容易令人生病 所以这种花能够生存不简单 所以他说是有玉谷 他有如玉的一个骨架 当然不是繁类的 对不对 非常的珍贵的一个 白白的一个玉谷 非常的洁净的玉谷 所以他就不会担心 周遭的雾气干扰他 让他生病了 所以他能够安然无然 就因为他的体质就不一样 他不是一般的树干 他是玉谷 以玉作骨的非常高雅的 有举感的东西 好了 另外他兵姿也形容他的白 他兵姿如兵的姿帽 自有先锋 本来就具备了仙人的风范 风姿 这把花就 我们说神仙画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人的繁品 他是仙品 所以兵姿自有先锋 自有的本来有的 这个跟东坡一直以来 一个已经是他晚年的作品了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东坡越到后来 越把花人都同体看待 写出他心中的女神 花的情貌 梅花就是把这种 兵姿预估的东仙歌的女神 跟这个梅花结为一体的 就是神仙跟花物 纹为一体 代表一种绝对的干净 绝对的高雅 使他自我肯定生命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写得非常好的 所以你把它 东坡当然有一种 他现在写的环境就是在岭南 为什么来岭南呢 因为有被贬官 正是乌烟瘴气 但是他们不会被打倒的 因为他们兵自自有先锋 我们是来自上天给我们的品负 哪会害怕人间的这样的一些毒害呢 所以写花是像 你可以说 东坡写这个梅花 处处是可以看出东坡的身影的 这里不完全是写 你可以说跟赵云有没有关系 也可有可无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东坡他自己的体会 他自己跟花的一个质感的共通处 就是这样 好了 怎么写这个花 大家知道他是兵自自有先锋呢 下面有介绍一个道瓜子 他说 海鲜食前烫芳蟲 因为他来在房间 来到人间 所以他就不能以一般的花为伴 没有别的花陪伴他 因为梅花是春天第一种开的花 没有别的花 所以他就很孤单了 但是他也并不孤单 为什么 因为海鲜 海上的神仙 怕他孤单了 就不时的就派遣食杰 来到花丛中来探望他 这方蟲不是别的 就是梅花丛 对不对 这梅花 派谁来啊 就是下面谈到的 道瓜绿毛腰缝 这个道瓜子 绿色的毛 好像小凤凰一样的 就看他相依为伴 所以他不孤单 所以为什么知道他不是繁华 你看神仙都怕他冷落的 跟他孤单 所以怕一个仙者 使者来陪伴他 所以就相得益仗了 所以东坡很会做文章的 这种花不一样的 它是有道瓜子 跟他在一起的 所以绝对不是一个繁品 混浊的东西 他绝对自有身价 所以他的梅格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从桃花杏花 笔梅花 东坡都不以为然 根本说梨花了 所以把梅花抬到那么高的时候 当然就把它的出色之处 完全的凸显出来了 好了 这是梅花珍贵之处 那铺垫好这个环境气氛之后呢 下面呢接着就有些梅花特有的型貌跟精神了 就把他的面貌姿态格调就写出来 东坡就居照的写这个了 他写它什么呢 树面长弦粉乌 在读窝窝 窝窝 窝窝窝窝 把它弄脏 把它污染的意思 一个人写出了 好树面 他把它是像女孩子一样的 白白的脸 那梅花底色是白色的 所以它树面 长弦粉窝 一首说了 它总是天生利直啊 長城寫那個脂粉會弄髒他天然的本質 因此他只以靜白的捷徑的面容來示人 給人看白白的臉 所以他不需要胭脂粉帶的 不像剛才的紅媚 紅媚還要偷作陶性色 這個完全不用 他完全白色 可是你說白的 這不完全白 為什麼呢 他說他 洗妝不吞唇紅 琳藍的梅花花瓣圍繞著一個紅韻 有紅色的一圈的 這是這個花的特色 白白的一個花瓣 但是周遭圍繞著一圈紅色 多麼形容他整個嘴唇一樣 他說他洗妝不吞唇紅 那如同美人的唇上的天然鮮紅的色澤 即使卸妝了也不會吞唇 因為他本來就有這樣一圈紅韻 洗妝不吞唇 這真的寫出他的天然的資質 他不是前面的紅色的 他不是 他是一圈這樣而已 這是把南方的梅花的特色 完全地彰顯出來的 不是別的地方有的 下面當然寫他的精神 他寫他什麼呢 他說他高情以足物小雲空 不與梨花同木 你讀了這兩句呢 東某為什麼白語提到王山寧的詩 就是因為針對這兩句 他把梅花寫成梨花雲 東某的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要了解那個梅花的高雅的姿態 那個高情 他高遠的情志 他高潔的情操的話 他是怎麼體會他呢 他就好像什麼呢 他的高情已經隨著清晓 早上的白雲一同散去了 他不跟不懈跟梨花同入一夢 所以他不可能在夢中跟梨花混在一起的 因為梅花獨自開獨自洩 不與梨花同時 而且這個花怎能跟繁花比呢 東某將這種高遠的情操比作夢後化作清晓的白雲 如在虛無飄渺間可望不可及 當然更讓人容易聯想到 他把他花這個花神仙虛幻是 那個跟寺院世界的聯想的 他不是來自仙界的嗎 所以你了解他的高情呢 你只能想象呢 他好像天上早上的薄薄的雲 最後雲散滅了 彷彿抓到了就抓不到 因為他回到仙界去了 因為他來自天上的 他不是凡竟能夠了解的 稍稍會抓到他的痕跡 就如同早上的一個薄薄的白雲 那樣而已 你不能用白雲的上昇他呢 白雲還不足以形容他 只是稍稍彷彿而已 但雲散滅了 這空無的一切 才是真正他的一個精神所在 因為他化如仙界的 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夠了解的 所以說高情以足小雲空 早上的雲薄薄的 如果夢醒來之後 就很容易會消失幻滅 所以梅花的精神 就差個比例的 走起這片白白的雲 當然這裡寫著 這裡回扣前面的 因為他來自 他有仙峰嘛 他來自仙界的 所以他只能用仙人的意境 來體會他的高原的情操 我們一直人間 很難去掌握 把握到這種特質 所以他說了 不予梨花同夢 所以你把梨花 畫著梨花雲的比例上的話 你就褻毒了那種花 把它降格降得太低了 因此他是針對王山林 寫著這篇文章 這詞裡面 我們說了也是在虛不在實的 小雲空 當然我們不能就想著 他寫朝雲 他完全不相干的 所以這種讀法有點 短暫取義的 所以有人說這首詞 尤其最後兩句 是寫出梨花的一種格調 真的精神 整首詞 從外貌到精神 到他的一個精神意境 都寫得非常的好 所以不止這最後兩句 甚至在明代 有個揚勝的詞品 還曾經說過 他說 古今梅詞 梅花的詞 就以東波這首綠毛妖峰 為第一 人各有所好 這首炮開他就沒有故事 根本教育有關 就詞論詞 他覺得這首梅花的詞 最能夠言簡意概地 寫出梅花的姿態與精神 所以明代的揚勝詞品 推他為第一 所以東波可不簡單 他寫得永無不多 前面兩首已經在各自領域 都給人推為第一了 這首也不例外 在梅花的作品來講 他是有人這樣認為的 當然東波這首詞的詞是最好 也是見人見知 這我們不論的 不過東波寫這首詞 的確是別出心裁 我們會對照前面一首的 前面那個寫定峰破 寫得並不好 反反覆覆 寫這個花還不錯 藉了桃花杏花的顏色 保持的白色等等 寫出它的梅格 但梅格是什麼呢 都沒有明白寫出來 所以這個詞很膚淺很表面 只覺得梅很高 比桃花高 比杏花高 就是這樣而已 還要自己比那個施老 更加能體會梅花的精神 但是梅花是怎麼的格調呢 通通都沒寫出來 不具體 但寫到這首詞是不一樣的 東波就集中精神寫它 不跟別的花比較 就絕對就把梅花的精神 襯托出來 這是它不一樣的地方的 當然這首詞 我們剛才說了 直接用梅花 就看不出有道念之意 所以我們不必要舉實 認為它必然是跟人有關 不過我們只是看 東波這首詞寫出了 領南梅花高潔堅珍無畏 還有超成絕俗的意義 這個跟之前它讚美猶如一樣的 消失由待領梅香 所以這種精神 在這些東波認為 經過人生的磨爛 然後不畏艱苦不改初衷的人 應該都共同有的 當然東波是不能置身事外的 因為他寫這個梅花 實際上也是他在惠州 正是面臨了最艱困的時候 寫出梅花 也同時反映出他自己那種精神 所以寫梅花有一種夫子之道之意的 我也不是反品 你們那些人陷害我 到了一個艱難的惠州 也不會把我打倒的 我有一種南方的梅花一樣 有一種高遠的情操 你們的是掌握不了的 所以東波事實上 有這樣的寓意在其中的 這些花 更重要的是這些花 來寫出他自己跟花的 融為一體的經驗 那如果用這裡來看的話 東波把他玉子 跟他歷盡艱辛 來到南方的招雲 共同有梅花的品質的話 我覺得東波也應該有 這樣的一種體會的 他也不黃多漾 也不送給猶如的 所以這首詞 你說重要不是悼念招雲 如果東波想起來的話 如果用這個花 來比喻招雲的精神 可能他也會用這種梅花 因為這就寫出 我們這些不畏艱難 永遠保持這種 潔淨的內在精神 那種意志精神是有關的 柔如可以這樣稱的 為什麼招雲不可以呢 但這個是題外話的 但是沒有悼念之意 是事實 我們指的精神裡面 有相通的地方 東波很肯定 那個招雲有這樣的一種 生命情調的 那等一下我們呢 之後講到了 東波的那個女性書寫 有一個講到東波的妻妾的時候 我們會演一些事情 更印證出 東波對他的夫人妻妾之間的 他的生命情調的 歌頌的一個精神 是什麼樣的一個面貌 就是有他的關聯性 所以我們這裡就很簡單的 跟大家去介紹這幾首有關 東波的勇物 勇物的作品 當然我們知道了 這個勇物啊 東波不存在著 物的姿態的形容 把它離人化 離人的大部分都是寫出 我們說香草美人 一個美人的姿態 但是他勇的物 不管是石流化也好 石流化本來是很 紅燕的花朵 可是呢 沒想到東波抓到他的 不是紅燕的一種外貌 卻是他的內在 幽毒的精神內韵 而且寫出了一個 乾乾淨淨的女生 來跟石流化的精神相印 因此呢 你看了 東波 喜歡的物件人物 都不是帶有 非常濃燕的 外在的一個特色 而是呢 更著重了他那種高雅的 拒絕高雅的精神 梅花就不用說 因為本來白色 應該是這樣寫 是理所當然 但是石流化不是啊 只要是 乍丁当令的話 是紅燕的色彩 但是沒想到 東波不是誇耀他的艳力 卻是掌握他的 幽毒的心靈內在 而且用一個洗個澡 乾乾淨淨的女孩子 跟他去配合 因此他著重了 不是外在的色貌 而是真正的內在的精神 這是東波一直以來 比如說無道義以觀之 他寫人寫物啊 一直保持著一種資質 永不改變 所以我們呢 為什麼大家看這幾首 無非都是撐過這些比較 跟吃龍 東波不是只偏愛梅花 那種情形而已 終然是寫到石流花 或者其他的花 都帶有梅格的 因為他是他自己 自認的生命 最重要的本質 那梅格融合在其他的花 其他的人物身上 都是一致的 有些讀東波的梅格 都知道東波如何堅定 他的自我 來敵對外在惡力環境 依然不變其本質的 一種真正的一個實在之處 這是我們要讀東波詞裡面 又掌握這些 他會想要梅格 如何接受那麼重要 這是東波晚年 對自己生命的肯定 所以這個永物已經不是寫外物了 他是寫他自己 花跟人已經合為一體了 那前面寫美人寫花 當然是 可以說隔開來寫的 但是寫到這裡的時候 東波沒有先生說法 可要意在言外 他能夠體會到梅花的格調 因為他自己本來就是 跟花有同樣的質素 這是我們要讀這些詞 要特別注意的 那今天我們就只能講到這裡了 因為後面我們的課題就比較長 下次大家記得也帶這個講義來 那下面我們講的課題是 女性形象 那有很多詞的 事實上我們都教過了 有些人有溫故知心 我們做一個總的整理 在前面有些女孩子 寫歌女伴一個配角的角色 或許來代理寫作 自己離情的一種方式 但是我們在這個整理之後 才知道東波如何在形而下 到形而上去 塑造他的女生形象 最後把女生跟自己生命 作為一個結合 也把花跟人成為一體了 這就會看到一個端倚變化的 所以大家回去讀讀這些作品 以前讀過的也無妨 把它再加以整理 你就有更深的體會 那下個禮拜就是 我們最後一次上課了 就是說我們就 好好的就 來整理一下這個課題 也順便把我們的 東波池的其他的話題 做一個總的整理 好不好 我們就下個禮拜再進 中文字幕彈出現 反正有多久 我們就要看 想像無謀的 如果含有什麼 我們就要看 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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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